关于打飞机和睡前打泡这个事情啊 其实因为我的另外一个专长是性心理学 这个是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 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用来睡眠 助眠的一个方式 对男男女女来说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睡前自慰或者是啪啪啪都可以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减压和助眠 只不过我想强调的啊 就是作为一个睡眠的专科来讲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依赖于任何外界的这些东西来入眠 就是你可以享受这样的自然而然的放松 减压和入眠的感觉 但是一定要自己有能够不靠这些而入睡的能力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平衡 这是我的回答